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暴雨日的报警 大熊是一名警察,这天晚上从傍晚就开始下着暴雨 大熊为了检查受损情况,开始了夜间巡逻 刚回到派出所就接到了一起电话 电话中没人讲话,只传来风雨交加的声音 接着就挂断了 大熊还没来得及感到奇怪,无线电就响了起来 一个女人在公园里发生意外,让他们去支援 到了现场,女人的尸体被栏部罩了起来 大熊看见栏部被风掀开了一个角,露出了死者的粉色衣服 他正想去整理,刑事科的科长小明走了过去将不遮好 然后看到了楼梯下的电话亭,表情异样地走过去看了一下 很快,尸体被运了出来 大熊也是一直看着电话亭久久不能回神 突然,小明出现在大熊眼前问他怎么了 大熊说着没事 小明看着楼梯自言自语地说着 雨天露滑,摔倒致死,应该是事故吧 而大熊却只是盯着电话亭,若有所思 由于死亡地点是暴雨后的事外,所以验尸要在警局安置室进行 大熊负责看守,尸体被白布盖着放在床上 大熊看了一眼尸体,再转过来时发现尸体的脸露了出来 他吓了一跳,这时尸检的人进来了 大熊再一看,白布又自己盖好了 第二天大熊照常上班,虽然感到怪异 但是身为警察的大熊还是要专心工作 这时电话再次响起 看着忙碌的同事,大熊接起了电话 电话中还是没人讲话 有的只是狂风和暴雨的声音 没过一会儿,电话又被挂断了 这时一阵风吹落了地上的文件 大熊有些心惊 抬头看了看同事打开的窗户,松了口气 下班后,大熊碰到了同事小美 小美对大熊说 昨晚的被害人和自己一样都是27岁 真是太可惜了 真不知道在那场暴风雨中经历了什么 大熊仿佛什么都没听到一般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下班回家的路上 大熊不知不觉来到了案发现场 楼梯上放着一束花和几瓶水 应该是有人刚刚祭拜过女人 大熊看了看电话亭 发现一个披着粉色衣服的女人 就在电话亭里看着她 再一转头,女人却消失了 这几天的事情太过离奇 大熊工作起来有些心不在焉 休息时,小美告诉她案子已事故结束了 大熊来到尸检的房间 不知为什么大熊总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些草率 这晚大熊在警局值班 半夜睡着的大熊被一阵阴风惊醒 文件散落在地上 大熊看着紧闭的窗户有些奇怪 这时电话响起 电话中再次传来狂风和暴雨的声音 就在大熊追问的时候 电话中传来一个女人求救的声音 接着就挂断了 大熊打开窗户伸出手 外面并没有下雨也没有风 大熊一边沉思着 一边捡起地上的文件 一起伸 突然看到一个女人的脸出现在窗户上 而大熊打开了窗户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第二天大熊调查了打到警局的电话号码 发现就是楼梯下的电话亭打来的 大熊觉得被害人是想用这个电话来告诉她什么 她鼓起勇气去找了负责此案的小明 要小明重新调查女人的案子 但小明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了 大熊只好放弃 女人葬礼这天 大熊也来到了现场 心里涌起了浓浓的愧疚感 于是她再次找到了小明 请求她重新调查 小明有些不耐烦 因为光凭直觉来断案实在是太荒谬了 可是大熊认为 警察的职责就是为被害人招雪 看到不作为的小明 她语气有些激动 但没想到小明对大熊却说 自己也看到了女人的鬼魂 她也很想为被害人发声 可是证据不足 自己也毫无办法 几天后又到了大熊职业班 她毫无睡意地盯着电话 果然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起来 这次女人在电话中告诉她 自己就要被杀死了 大熊吓得扔下了电话向外跑去 可刚跑到走廊 警局内又刮起了阵阵阴风 大熊转头看去 一个披着粉色衣服的女人 在黑暗中哭泣着向她缓缓走来 大熊四处逃窜 想躲避女人的鬼魂 可无论跑到哪儿 女人都会跟着她 眼看女人就要过来 大熊终于开了一间门躲了进去 回过头才发现这个房间 正是当时验尸的房间 门外响起了女人哭泣的求救声 大熊跪在地上抱着头 害怕地说道 原谅我 没有证据我也没有办法 渐渐地声音消失了 大熊缓缓转过头 却正好对上了床上 一个女人惨白的双眼 大熊吓得晕了过去 等到醒来时已经是早上了 后来 小明请求局长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大熊也再没有遇到过诡异点话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猫骨悚然撞鬼经》 叙述的是日本普通人见鬼的经历 里面有许多不合理的情节 所以观众老爷们 也不必纠结主角为何没死 结局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因为阿翔不是导演 影片如此叙述 我不可能把男主角讲死 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 阿翔在这里 除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以外 还要提醒小伙伴们 给压缩钱什么的 量力而行 不然过完年吃一个月的土 就得不偿失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动动您的小手 就是对大熊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每天熬夜做视频的动力 每天一部好电影 丰富你的业余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